OK OK 好 那稍後我們拍照補拍囉 就可以自行訪問囉 看一下下一個 你們那麼低 我要多低 攝影大哥幫我們把攝影機拿高一點 我沒有辦法 正中央 你還要不要叫我下巴 你還要不要追下來 右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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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是褲裝可以登 沒有沒有 不知道我的髮型 各位大哥 右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邊 左手邊這邊 好 最後補拍的機會囉 右手邊 右手邊 右邊 還有在右邊一點點 在右邊這邊一點點 紅色衣服打著這裡 右手邊這邊 好 左邊 他們兩邊要補拍 最後機會囉 最後三秒鐘 右邊這裡這裡 好 謝謝 好 延伸延伸就好了 3 2 1 好 謝謝 謝謝Selina 好 接著我們歡迎我們 輕衝一下 好 Är 那可以嗎還是 auto… 延伸 好 延伸 哇 太遠了啦 快走 好 小心嗎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好 剛剛要先講一下今天穿上這個村莊 是一個人的青春羊 哈哈哈哈 其實我今天雖然是春夏的妝 但它顏色 沒有大家想像的春夏是這麼活潑這樣 同樣的色系就是有點大力色系 其實我比較少穿這樣子的衣服 但當我今天穿上的時候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袖子上面的荷葉邊呢 就是有一種浪漫的氣息 讓整件衣服就變得有女人為了起來 所以我很喜歡今天的那個衣服 而且我其實裡面呢這件是 有一點斜尖的 你們好配合我 等一下領錢 其實有一點像希臘女戰士一樣 是 我也很喜歡這樣子的衣服 剛剛說到這個禮台 並有買入一件大衣度過這個冬天 對啊 那這件大衣有陪伴妳跟張雪瑞一場 約會嗎 什麼都可以扯了 嗯 有 對 因為我們去年 去年還是已經太錄製的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有去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寒冷 所以 我去年冬天 反正這件粉紅色的Catty就陪了我一整個冬天 出鏡率非常非常的高 對 對 我覺得妳們每個人都粉紅色的耶 這合理嗎 當然沒有 那是妳粉紅色的 沒有啦 就是 嗯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參與了一檔節目 然後我非常享受在其中 錄製的也很開心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大家看了也很開心 我帶給很多人浪漫的感受 或者是讓就是 螢幕前的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粉紅泡泡 我覺得 我自己就是最喜歡粉紅色的啦 所以可以這樣子的分享 我覺得很幸運 很開心 那妳好像傅珍跟阿信也都很關心這件事 有在妳的那個微博下面留意嗎 對 很可愛 就是 對 就謝謝大家 就是 對 這麼祝福喔 那妳有看到那個 張雪恩還祝福了阿信一句嗎 因為阿信說 妳是那個 最美麗的那個 女儀之首 嗯 然後她還幫她補了一個 是超級 做妳的 是張雪恩回的嗎 張雪恩回的 張雪恩回的 喔 嗯 哈哈哈哈 還是只是被人回嗎 我不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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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熱喔 蛤 她真的 我的姐妹很可愛 其實我昨天 嗯 因為昨天是播出最後一集嘛 然後 大家都有看到一些 那種新聞 所以 好多人就是都傳簡訊關心我 然後當然我姐妹 絕對就是 第一時間這樣子 然後 嗯 對啊 我其實可以感受到 大家都希望 我可以 就是 幸福 對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謝謝大家對我的疼愛 然後跟祝福 嗯 對 那我自己 我自己當然也是期待中了 然後 也會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所以兩個人現在就是 雖然節目結束 但是就是靠著感覺 在繼續發展這樣子 嗯 我覺得 透過這一次的節目 我的手機裡面 多了一組電話號碼 就是張雪恩回的電話號碼嘛 就是我們從此以後 就是可以 聯繫 然後也 嗯 會持續的關心對方啊 就像交了一個朋友一樣 不然的話 我在這個圈子 我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會認識他 對不對 我也沒有拍戲 所以我覺得 透過這次的機會 交到一個這樣的朋友 就 我覺得很值得 心碎 有嗎 你說我粉絲 你有心碎嗎 我心碎 哈哈 你們心碎 為什麼心碎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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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永遠都是你們 什麼東西 撐搭 撐天的穿搭 約會的穿搭就是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像 呃 我自己非常喜歡 這一支 MACMARA的設計 因為它有很多 就是荷葉邊我說的 包括是 不管在包包啊 鞋子上 然後一件襯衫 我自己其實 呃 開入手禮件 也是他們今年春夏的 襯衫 是藍白條紋 就是可以當造衫 也可以當單膚襯衫 就我覺得 這樣子 約會穿搭 應該是蠻適合的 硬要講 那為什麼 又喜歡現在的狀態 歌名啊 現在的 你說現在啊 我覺得現在我就是 呃 美麗的世界吧 對啊 自己 就是 今天是 那個 第一次在自己的公司裡面 索化妝 很有成就感 對 所以快要請大家來了 不要著急 因為還沒有完全證明好 因為今天就是 反正急活活 因為已經開張了 想要在裡面 就是 享受一下 所以就在裡面 第一次的那種化妝 就 蠻感動的 覺得 嗯 就像我講 就是美麗的世界 我的人生 我的事業 就是有新的開始 充滿了期待 他跟 他跟張學瑞 現在有一個歌 開始 那你覺得什麼歌呢 你戀人為滿 哈哈 戀人為滿 戀人為滿 對 差不多吧 對 你覺得是喉嚨出去 嗎 嗯 嗯 最近 好像在 我還是有持續在唱 唱歌課 然後我覺得好像有 有一點點進步了 對我來講 不容易 因為我等於要 學習一種 可能新的方式去唱歌 我唱歌唱的是 今年也從來沒學過唱歌 所以 嗯 我覺得心裡的壓力 的確比較大 但是我 我前一陣子看到 因為我的偶像 我們是要開 演唱會的9月嘛 然後他在訪問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說 他也曾經在 10年的時候 好像失聲3年 他有說 然後我在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突然有一種 被自己的偶像 鼓勵到的感覺 就是 你看他都曾經有3年 沒辦法唱歌 我現在加起來 還不到一年耶 這算什麼 沒有關係 任家瑄你可以的 就被自己的偶像鼓勵到 也給自己信心 就 我想 朝這個方向前進 我 相信我有一天還是可以 站在舞台上唱歌 給大家聽 嗯 今天有幾個最新的 不記得音樂的 目前還沒有 對 還沒有計畫 整整聲音的狀態 嗯 聲音好的時候 唱不聽 我跟妳講 唱到妳們都不想要聽 哈哈哈哈 九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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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歲 十八歲 陳成展 不知道 我們好像 我們最近聚會 好像沒想到這一集 我下次來問問看他們 對 但 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啊 因為每一年生日 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會聚在一起 做些什麼嘛 對啊 就算 沒有辦法呈現 大家想要的 我也不知道大家想要什麼 但是就是 我們還是不會缺席的啊 好 謝謝 辛苦啦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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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請看一下我們正前方 視線下方一點點 讓我們的攝影機 來能夠捕捉 妳美麗的畫面 好像還要去過 好 視線看左手邊一點點 左手邊喔 好 反正都要去過 哇 非常美麗 好 又去動物和陽光的Angelina 今天來到我們先拿看一下 右手邊 右手邊視線下方一點點 這裡 好 再右邊一點點 好 正中央 堵邊一點點這裡 要堵開幾張 還有正中央 正中央 好 有哪邊很有要拍的 幫我揮揮手喔 我們正中央 正中央 正中央 來 好 故事的 不用玩攝影大廳的各種 帥氣喔 又有耳氣質的pose 來 右手邊 好 有沒有哪邊要補拍的 再幫我揮揮手一下 好 都拍到了 好謝謝 謝謝我美麗的Angelina 大家來到我現場 好